新政府即將上任 國民黨把炮口瞄準新內閣 這回點名準副隔魁 鄭麗君的先生沈學柔 在中國開公司賺紅錢 才口口聲聲說了 未來我們追求的是可信賴的夥伴 口中安全供應鏈是中國嗎 徐曉星加碼秀出關係圖 要佐證鄭麗君的丈夫 開設的母公司 台灣居慈和子公司 東腕方側間緊密關係 女兒沈毅作為台灣居慈母公司的法人代表 沈學榮的親信是胡佩莉 曾經擔任居慈台灣的負責人 後來成為東莞方側的負責人 而台灣居慈跟東莞方側的關係 不只有他們雙方的貿易 東莞方側變成了台灣居慈幫忙銷售 他的產品到大陸各大電子廠 成為白手套的一個管道 徐曉星講得正正有詞還指引有台商看不下去 才會爆料 可以看到所謂子公司的業務員 他使用的E-mail完全是母公司的信箱 鄭麗君的先生是這家台灣居慈的負責人 他對於東莞方側電子有限公司 有實質的控制力跟影響力 實際上早在二零一九年 鄭麗君就對外回應 先生沒有在中國有投資 沒有擔任中國任何公司職務 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回到中國 而準格奎中泰也替自己的副手 鄭麗君還家 鄭麗君副院長非常有文化底蘊 而且有民主精神 對他以及他的家族 我們都充滿了感激 未來我會用這樣的心情 跟他一起共事 五二零新政府即將上任 來瞄準新內閣放大檢視 但也不免被質疑 為了聲量 嫩飯熱炒 三立雄 郭斯文 馬雷魂 帶來報導